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是我把他们娘俩接来的 来 姐姐 快请坐 来 快坐呀 这都到家了 干嘛还那么客气 来 你们还没吃饭吧 我和穆妈给你们做饭去 别麻烦了 不麻烦 小男生 我带你去找小妹妹玩去 来 小心点啊 小妹哥 我一定要抓住你 来 护宝 带小哥哥到外边去玩 小哥哥 咱们一起到外面去玩吧 大小姐 您坐会儿 挺好吃的 也没有 但是我们暴力 一暴力 为什么 我就是暴力 我只能暴力 我是暴力 暴力 我都不暴力 你暴力 大小姐 您怎么把他们娘俩 接家里来了 我这么做错了吗 不应该呀 怎么 这当年拜堂成亲时候的情形 您忘了 向忠就是为了他 才逃婚不娶你的 现在 他带着孩子找上门来 我是怕 我怕向忠跟他死灰复燃哪 真是没有 这家不就毁了吗 这事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妈 我对您说实话吧 这件事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我这脑子里 老有两个小人在争吵 在打架 这个说 你应该把他接回来 那个又说 你千万不能把他接回来 这个说 他毕竟先与你是月相中的女人 那个又说 你不怕失去丈夫吗 这个说 他带来了月相中的骨肉 拒之门外 于清于礼都相悖 那不成了陈世美了吗 那个又说 正因为孩子是他们俩 重归于好的桥梁 这儿把他接下来 但是很惡心的人 你现在想要 我有什么帅气 你的号啊 随便又说 他账地 撒下来 我还没想到 特别是那个孩子 天生聋哑 已经很可怜了 我不能让他 再没有爹爹了 你这孩子呀 真是菩萨心肠 时时处处都为他人着想 可是你知道 他会不会这么想你呢 他怎么想我不管 我只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陈夕会请你来 陈夕会请你来 完全是出自于对你 还有对孩子的怜悯之心 还有对我的关爱 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所以他绝对不会为难你 令你尴尬难堪的 你也太不了解女人了 我只要了解陈夕就足够了 我不需要了解女人 我只要了解陈夕就足够了 大小姐 照您这意思 你还真准备跟那个女人 一块儿过下去啊 不 让向忠自己去选择 那他要是鬼迷心 叫他选了那个女人呢 那 那 那我就带孩子回张家去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不对 和向忠生活的这几年 是我最幸福的几年 小哥哥 小哥哥 你看 这都是我爹爹画的 你是不是也想画 我留你到这边来画 就先这么将就着吧 等以后 向忠 你是看在咱们儿子的份上 才肯收留我的吧 没什么收留不收留 就算是素不相识的人 落了难 该帮的我也是会帮的 这么说 我在你心里 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分量差不多 你怎么又说到这上面去了 向忠 你跟我说实话 我现在在你心里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早上来给你看看伤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我 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请我站下来 挑战的 男士 男士请回避一下 怎么了 他背上有几处擦伤 我帮他上下药 点点豆豆开花石榴 小狗搬家一挪一切 点点豆豆 爹爹 玩什么呢 玩点点豆豆 爹爹 带我们出去玩玩好吗 好 那爹带你们去河边玩 谢谢爹爹 走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没怎么 真没怎么 没什么 没怎么呀 真没想到 在这穷乡僻壤里 竟然有你这么年轻又漂亮 又能妙手回春的女郎中 看您说的 其实我呀 我真的很敬佩您呢 敬佩我 敬佩我什么呀 你看您 能从蓝身虎的手里 救出小护宝 这就等于是从狐嘴里夺食呢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好了 你把衣服穿好吧 谢谢啊 我给你帮你帮你开心 在哪里 咱们去吧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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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